中152.내 cycle 烧印主折 奉张赤滿镜子促页 烧印是主折的 烧印是个梗气 它在于下脚啊 所以呢 它折 有折长的作用 那么就是说 这个烧瘾是个瘾 它长的可是瘾 就是瘾中有瘾 水中有火 那么这个火 这个瘾啊 是在瘾里头 长着 折长 不但长而且要缝 夹缝 被它这个灌的很紧 不能够随便出来 除了得了吗 除了呢就是带阳割阳 那因就危险了 所以呢 甚至主折 凤昌之本 净之处也 这个很好啊 这个内景这个话 这些话我都是 非常感兴趣 越体会越有意思 甚至主折是一层意识 凤昌之本是第二层意识 静之处也是第三层意识 所以你读这一句这个内景 你得谈出来上个意思 甚至主折 这个折呢 我们这个节气里头 我们这个节气里头 不有个景泽吗 就是一切个圣物 一切个药小的圣物啊 到了这个冬天的 寒冷之地了 他敌不过这个寒冷 被你动之不可 那他怎么办呢 他有个自卫的办法 他就折了 欲折 他就欲到土城的 最神城在里头带住了 那么这时候进行叫冻棉 他也不死 不死不活的 反正臭活着 他站在里头 他就折伤了 但是这个 他虽然是也不动很 他是有生命力的 等着到了这个来春天了 天生一打雷 就警折 雷一写哗啦一雷 他树醒过来了 这时候因为有阳气了 天地之间有阳气了 他才得出来 出来了又是个神物 啊 那么神为什么叫个折呢 嗯 因为 他们这个中意 因为人这个神啊 男子这个神 他都是有神域的 有神的能力的 他含有神命的机构 带有神命的物质的 所以你所藏的这个东西啊 它带有神明力的 和那个死井死血呀 那还不一样 所以叫慎哲主哲 那古人很高明 啊 现在说讲解 静虫静子 你们终于有吗 终于也有 终于讲主哲 这哲就是这个道理啊 所以它很重要 那非常重要 说叫做井啊 这个井字嘛 那就很重要了 很贵重的物质 才叫井啊 这叫井华 什么什么好的东西 这叫井 人所藏的呢 就是这个井啊 最好的东西 最重要的物质 而且能够省人的 这样的物质 这叫做井 这样好的东西 你要俯常 你不俯常不行 谁能俯常他呢 别个都不行 隔着杆成行 隔着心成行 隔着肺都不行 只有隔着肾 所以肾是奉常之根本 对隔肾不可 不但常而且要奉 很严密 所以肾它有遮常力 有奉常之本 它有浅常的力量 因此啊 这个肾里头 这个生命力 这个动力 就叫羊 这个羊 古人呢 就比喻很多了 叫龙跪大海 就像一条大龙似的 跪到大海里头了 被大海所藏 大海之中 常有火广 大海之里头 常有火广 龙火嘛 那海里头 哪里有火广啊 那就是说 大海里头还有阳气 还有龙 啊 所以人的这个阳气 是折常欲肾的 这个折常欲肾呢 它才是个奉常之本呢 它进到了 它的这个气管 的胜利的作用啊 那么现在它有病了 它是什么病呢 它稍引脉不治了 身体未少 净穴了 那么它就肾气不足了 这个样子就影响了啊 折常的这个这个啊 这个作用 它就不能折 也就不能藏了 所以本气突破 那么瘾不能够浅阳 啊 水不能够浅火 因为瘾 瘾许节不能够浅阳 不能够奉长了 所以下脚的那个啊 浅长欲内的那个阳气 就上本 所以这个本质用的是 很有很有意思的 这个本质呀 跑也不是那么 太太平平地 慢慢游游地上来的 它本气 啊 我们现在说是 就要说本臀 那个气是很厉害的 啊 带有这个啊 这个这个很有势力的啊 个底下糊弄一下就上来了 你饭是这个 隔底下往上上气的 那个劲儿都挺大 啊 你比如说绝隐病 绝隐指挥病 效果 气上壮心 那个壮之躲裂 啊 气来就敢壮心 那气躲躲啊 奔吞 像奔跑的一个小乳似的 那个躲裂还往上奔呢 你等到灵贵竹干堂 那就差一点 这个气上重新 它就稍微差一点 你要体会啊 咱们中国的文化是很高明亮 它用这一个字 就反映这个势力的大小 啊 所以它这种用个本气 突破 下脚里扬弃 一个 没有印第啊 潜质了 所以古人说 叫脱将之马 就像一个马呀 搬那个将城啊 脱掉了 那废跑 很快 啊 奔跑 它就往上来了 出破 这个出破呀 就是行为它跑得太快了 出破 很急 那么由下而上 它就上于熊阁 啊 所以阳气上本 来势熊盲 啊 很突破的 到哪去了呢 上至于熊阁 上于熊阁 那么凶中里头有种气呀 种气者是脾胃的 啊 水谷子气的 汇聚的地方啊 叫种气呀 那么现在由于这个 啊 这个阳气 这个阳气呢 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阳气了 许阳气 许阳子气啊 由于下脚许吗 这个阳气 上本于熊 啊 那么它就助脑 助治 种气的运行 下脚的 肾气不浅了 而上本于熊阁 这种气 而助脑这个熊肿的 种气 所以使种气就凝聚了 聚者就是凝聚 种气一个凝聚了 这个种气是观心脉的啊 是心血液的啊 所以在学节与心下 啊 学节与心下 这是他的上啊 这个气呀 啊 这个肾不那气 阴不浅阳 啊 这阳气呀 这个相于本马似的 本气突破 上于熊阁 而使种气反聚 学节与心下 而使上脚的 熊肿的痰肿的 种气啊 聚了 气一个聚了 血就结了 啊 血节与心下 气血不行了 这是他的影响 啊 这是病态的啊 病啊 病理的影响 那么这个影响的 试指是什么 就是个汗 因为这个下脚的 它是个血汗止气啊 它这个阳气 也是因为 它没有梗了 无梗止阳啊 那么无梗止阳呢 我们说实在说 叫割阳 它都是隐气胜了 被它哄出来了 所以本子生来说 啊 走神呢 是个汗的 那么这个阳气呢 它是个无梗止阳 它是被隐含 所格据于上的 这么一个阳气 所以这个血阳止气 那么这样以来 种气在周神的 这个隐气的 啊 笼罩之下 所以它种气反击 是血解于心下 啊 那么你先天的肾阳 它是阴阳之梗啊 后天的水舞之阴阳 是气血之阴阳啊 它得要挺命于这个 啊 于肾的啊 所以肾的阴阳 一个不合了 肾阳止气一个帅了 那么你想一想 你贪重的阳气 它就凝聚了 啊 这个血脉 也就啊 血解心下吗 这是一个 那这是一个 一个情况了 所以阳气退下 热归硬谷 这个阳气 他有上 有下呀 啊 这个上性 吉尔陛下 他上本于上 到了极点了 他又回来了 又往下来 那么这叫阳气退下 一个呢 本气主佛 上于雄中 上于雄哥 然后呢 他又阳气退下 那么阳气退下的时候 他有什么样的 一切病变呢 那么 隐骨减热 啊 热归隐骨 这个热就是这个阳气呀 阳气退下 隔胸隔退下 到了隐骨 骨就是大腿呀 大腿的里面 就叫隐骨 所以那种就发热 隐骨减热 因为下边 隐骨那地方 所谓叫隐骨啊 它属隐的 隐的上边是属羊的 到大腿了 到到骨这个地方了 那不是属隐了吗 只是欲隐相动 那么退下的阳气 和下边的隐含止气 而互相波动 啊 那么令神不隐啊 它就是令人的身体 不隐 就是失窍了 自觉了 就是这个人呐 自觉就顿民 那 什么都不知道了 上市 生时 由于身体 不仁 隔壁腿也不会动了 自觉 身时 也像没有了 那么这个是属于 啊 阳气 虚 而隐气胜 阳气 被逼 而上于胸鸽 使重气反局 使血结于心下 阳气 许阳止气 上行吉尔下 下流欲隐谷 到了隐谷了 欲隐 想波 隐含止气正啊 他要想回去 他回不去了 啊 那个老甲呀 叫你隐气 占据了 他回不去 回不去 他还要回去 所以呢 他和隐这么一相动 无价可贵啊 有止啊 无价可贵了 隐含止气啊 暂举下脚 那个阳气 想着 还有鬼梗 跪不上来了 跪不进去了 所以这种 续阳止气 和隐含止气 互相波动 那么就发生 这个人啊 身体不仁 自嚼顿民 身时混乎 就像死了世界 但是才没死 这个病名 这个啊 证明就叫死觉 主要是 隐阳气血的逆乱 隐阳气血的逆乱 所以形成了死觉 隐阳者 是指梗啊 少隐的梗本止气 隐阳止气 隐胜阳甩 隐阳割据 所以发生了死觉止病 这很危险呢 这个病很危险 这是死觉呀 应当急救 如果不急救 这个人呢 也就 也可能导致不行了 危险了 死亡了 所以张仲敬 在平白骗里 根本没有制法的 只有这一条 啊 这一条 提出的制法 当次起门 拒绝 你应当 你不要犹豫了 当医生的看到这个 你不要犹豫了 你应当吃起门 吃起门以活血呀 以活血节 吃剧血 吃剧血 以行重气 直剧 吃起门 以至血节 性下 吃剧血 以行重气 反剧 被重气 反剧 给他苏松开了 这个病呢 就可以活了 啊 然后再吃药 不是扎两下子 病完全好了 像给他急救 啊 当次起门拒绝 一个是治血脉的 一个是调和气急的 然后 带给他进行治疗 那 这么一个 一个精神 咱们稍微休息一会儿 然后再讲 这条没讲完啊 还有点意思 识觉 这是古代的一个啊 一个病名了 那么这个病呢 很容易在诊断上 判断为死了 人死了 实际上他没死 虽然是没死 但是这个病呢 也是很危险的 所以用个死绝二致嘛 啊 这病是很严重了 所以应该要急救 应当急救 自慢了 事件一个太久了啊 也是容易发生危险的 那么 刺起门和拒绝 这是急救的方法 这叫急救 急救以后呢 再进行 其他的治疗 急救嘛 就是个急救的范围了 在这个这个阶段 就应该要急救他啊 要吃起门 吃巨穴 这两个穴呀 气门 大家都知道了 它是赶紧的木穴 我们讲这个 叫热于血石啊 热于血石 热于血石 但是里头就有一个啊 用这个 刺法的 吃起门 太阳病虚血 陶日乘气场 陶日乘气场 阳命病虚血 地藏场 少阳病 血界 用吃起门之法 所以吃起门 是石塔的这个 它是干的木穴嘛 干主穴呀 干长穴 干微穴 所以吃起门嘛 能够数到血脉 能治这个 血节心下的血的凝结 巨穴呢 是阴脉学 就十二井脉 架成阴脉堵脉 不叫十四井吗 花败人的十四井啊 叫十四井 前面为阴 后面为堵 这个 这个巨穴呀 是和这个 气门穴相平的 那么气门穴呢 偏点外 这个巨穴穴呢 因为它是 阴脉学的偏于理 所以吃这个巨穴穴呀 能够是行弃的 总而言之 它是由于少隐的 隐阳不和了 隐胜 阳许 使阳气奔脱 遇上 阳不归根 因为它这个症呢 本身是一个寒症 阳是个假象 所以而使这个气血凝滞 这个气血凝滞呢 不是一般的气血凝滞 而是种气和心下之血 就是心底血 种植气 凶重止气 凶重止气血 这样一来 所以人就可以造成这个啊 造成死绝了 因此 刺气门以活血 刺激血以兴气 这是个急救的方法 那么 我们实际上都说是 秦阅人 至国太子始绝 至国太子始绝 令他的弟子 执阳执报 一个叫执阳的 一个叫执报的 持散阳武惠执学 使这个太子 执阳武惠 又活了 那么张仲景 是最佩服的 就是秦阅人 至于梅兰月银 玉国之震嘛 望其后止涉 未尝不开眼 叹其财秀也 张仲景 这个《善恨论元旭》开头啊 他是 就对于秦阅人 他最佩服 玉国之震 就是治国太子啊 始绝啊 你说那人已经都死了 全国祈祷 没有办法了 一生束手无策了 秦阅人到那一看 叫他两个弟子 一个叫紫阳 一个子报 砸阵 砸闪阳武惠子啊 就治好了 所以古年间 古代的医学 有机救治法 机救治法 现在这个机救呢 都失传了 中医这个机救治法 还很绝 什么病 有什么病的急救治法 那大家要是读书啊 要是拜我们的一些医学 的著作 看一看 那很多了 那各样病 有各样病的急救治法 那么这些东西 现在都失传了 那么形成了什么了呢 形成了中医啊 只能够视平法文 看大方卖了 陈疲伴下 叫三线 只会这个了 诊证来了 这个什么 医学病 急救 你会吗 不会了 数不止 我们的中医 过去啊 每一种病里头 都有机救治法 你将来我们讲 散寒论 你说散寒论 也急救治法呀 散寒论 那砸枕了 喝着用酒了 那都是急救 嗯 这失传了 医学就怕失传 不传了 也叫绝 是绝了 你不传 是不是就绝了吗 嗯 所以呢 反啊 反过来说 我是说 中医没有 急救治法 这是 这是不正确 中医有 不过不传了 你不传了 它不是就没有了吗 嗯 那么 这些条啊 就是这个平卖片 平卖片69条 五十一条 六十九条 这里头就有一个治法 这一条都没有治法呀 没有的用具体的 这个是具体的啊 吃气门啊 拒血呀 所以它是急 是急症的 张仲敬啊 举出来一个啊 治疗的急救的方法 所以这是个特殊情况 难治塔的这个变脉 平脉呀 不应该有一个 具体的啊 治病的方法 这是微粒的 它为什么这条有了呢 这条因为是个特殊的 因为是个急救的啊 到了视觉了 所以党是起门去 所以党医生啊 还得灰症疚 不灰症疚是不行 不要因为我会开放了就行 应当学症疚 我呀过去我个人呢 有点偏见 因为我学乙的时候呢 我的症疚也学过 学历是什么呢 学历是你有基础 念内经 念十二经 十二经啊 十二经还有十二经学呢 守太阴费 在境外 各哪儿到哪儿都学会了 然后就讲经学了 守太阴做何学呢 守太阴诗语学 众乎云门天狐烈 下白下死在孔雷间烈血 经去太远下渔地 弟子哨上云九业 反学也 然后还念 还念粉丛歌呢 所以啊 在这基础上呢 我倒学过 后来这一当医生了 一开业了 我就对于症疚啊 我就有点 就忽视 就忽视 尤其说是散寒呢 就散寒润啊 散寒病 你不吃麻荒 躺贵子躺 你怎么能好啊 你咋只能啥好 就有这么一种想法 可是呢 事实上来看呢 散寒润里头呢 讲诊治法 讲诊法 讲九法 吃大醉第一件 非输干输 吃凤吃凤福 吃启门 那是有的 有一次 我受了一个 很大的一个教育 很大的一个教育 什么呢 那个时候 在左的那个路线指引下 这个不在学校里头教书了 都出去 你出去为胜 不在学校里头 都出去 拉着队就出去了 那也是呢 到田井 田井那个 汉谷能场 汉谷能场 它有分场 有很多的分场 我是第七分场 到第七分场 田井给您看病 看病就配备了 一个实际的一个皮包 那里头也有针灸 也有洗药 田井两个人 这一天呢 走到这么一家姓陈 已经吃了午饭以后 大半三十点钟 十点钟了 这个有个孩子十三岁 发高少 少一列 脸上圆圆面纸 赶快看看吧 一视表 四十度 两人 那位呢 那位还不是学乙的 就跟着我走 天天窜 完了我就说好 我这感冒了 我吃药发汗吧 我就给你开房 他父亲带给你家 大夫你再开房 我怎么着 说你看个几点了 一看表 小十点了 他说咱这儿没有药房 药房得中场 咱是七分场 七分场到中场啊 要是一个来活啊 你得夜里头 得到两点钟才能回来 谁能去啊 我家也没人 我说那你怎么办呢 还怎么办 你那不用证吗 我看你那不用证吗 你不诈两下就得了呗 我虽然是带着证 我不诈证 我也不得会诈证 跟着我这位呢 他也不是学乙的 是文克尔老师 哎 别老师 你给他诈一诈得了呗 我说你诈什么呢 怎么诈呀 浑身发热 太阳病 我诈哪儿啊 这一逼想起来了 这个吃个桂枝糖 病不愈的 反反不解着 不桂枝糖 反反不解着 先吃凤之凤虎 先与桂枝糖再愈 那凤之凤虎大半对太阳病有点啊 有点惯性 我就给炸了一个凤子 一个放肚 炸了一个大嘴 那都个人呢 都是半信半疑的应付菜色 炸完了也就是那么一克多种 忘朵了数有二十分钟 这个孩子就昏神出汗 昏神出神透汗 少子就退了 马上就好 立竿见影 他这个凤寒呢 一个臂塞住了 你一扎凤之凤虎 一扎大嘴 这种赌脉是太阳子穴 和阳危 这个阳气一捅了 它不就好了什么的了 你用麻黄灰子 也是七法阳气 散寒邪 它的道理是一致的 所以隔难以后 就对我 我所省受教育 一个 诊求 确认治病 有的时候 不在我们躺夜之下 所以张仲敬治病 重要的病 都是先诊而后药 先扎诊以后再吃药 都是这样 第二呢 是真的讲丈夫阱落 所以现在人家 六井非阱落 六井哪有阱啊 什么太阳呢 不讲阱 这是错的 就不是搞忠语 忠语就讲这个阱落 你不信 你扎后边这种 太阳阱这种 它就是这个外感病 你就扎凤之凤虎 大罪第一件 废数干数 它就能够揭表 所以给我这么两个 深刻的 现实的 客观的 我可这我就忽了 嗯 所以扎诊呢 这个啊 震灸呢 就是什么东西 一大 也是一大有势 现在日本人呢 一个点 一个点脸 啊 它要在正经济上头 要作为一个 啊 作为一个代表 实际上说的 还是 还是中国的正经济 这是从我们中国传出 啊 传的嘛 所以我们大家得要努力 要不努力了 那就被人家炒过了 啊 第六十六条 冲口脉尾 持脉锦 其人续身躲汗 其人续身躲汗 知隐藏在 绝不见羊也 这一条一尺寸 尺寸的阴阳子脉 辨证啊 辨这个阴阳的啊 春王 阴阳春王之法 啊 村脉和尺脉相比较 来辨这个阴阳 辨这个阴阳的啊 是村啊和王啊 这样的一个方法 村脉位 村属阳啊 灌前卫村啊 村脉一个位了 阳气一位 阳气虚位 这阴呢 阳气就虚了 尺脉锦 这个锦呢 也可以体会到仙 尺脉仙锦 诸隐其胜 因为尺是属隐的啊 管下为尺啊 管后为隐啊 所以诸这个隐 汗子其胜 一个是阳许 一个是隐胜 这样就造成了啊 隐阳的胜率啊 所以阳许而隐胜 阳一个许了 隐气就胜了 阳不舍隐 阳不能够舍隐了 阳许了 不能够同舍隐液 所以才就躲汗 阳许而躲汗 阳一个许了 阳许就是许顺 躲汗呢 阳不顾表 阳不舍隐 所以才就躲汗 汗处得很躲 不是一般的汗 处得很躲 躲汗 这样子只隐藏在 就知道了 他是阳是许了 隐是藏在了 隐有余了 隐胜了 诀不见阳也 这个诀呢 在不见阳的前边 架个诀字 绝有绝对的意思啊 而不见阳呢 绝不见阳了 那就是说是阳王了 村卖位而尺脉先锦 这个人啊 还总出汗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判断 他的隐是常在的 幽隐而无阳了 阳绝了 阳气绝灭了 所以他就不能 再见阳了 那么这个样子呢 来解释呢 就是一个 纯隐而无阳指正 阳王了 阳王在汉处 在躲汗 阳不能够舍隐了 隐藏在了 而绝不见阳了 一个点种那么多哈 那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隐胜阳啊 阳王 阳不能够舍隐 最后而导致了 绝不见阳也 阳气绝了 绝者是绝而不虚也 绝者断绝也 所以到了 那个阳气已经断绝了 而不能够再看见阳气了 这是个阳王 隐胜汪阳指正 所以叫隐藏战 所以才叫绝不见阳 一个隐藏战 一个绝不见阳 所以这是个死证 这不是一个一般的证号 是个隐胜阳王的 一个绝证 那么大家看一看 这个卖法 我们讲平卖法嘛 讲烧饮卖 讲冲口卖 讲浮阳卖 那冲口卖呢 还有一个寸齿的问题 正寸齿 寸齿还有一个对比的问题 因为寸齿分阴阳啊 阴阳就有辩证的意义啊 那么井贵啊 井贵要料有熊臂啊 熊臂病啊 熊臂心痛啊 熊臂 也是啊 寸脉啊 尾啊 尺脉咸啊 所以呢 它是凶肿养许 而隐含气盛啊 凶肿疼痛 凶痛车背 背痛车隐 所以呢 所以寸脉和尺脉要有比较 要有比较 那有的人他不信 你跟他讲这个他不信 他为什么不信呢 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 他说这个脉啊 这个手这个脉就是这么一个脉管 这个脑洞脉 你不可能这个寸脉是个样子 持脉又是一个样 管脉又是一个样 他说这个呢 就就不可难以想象 寸脉为尺脉就尺脉 尺脉就紧 寸脉为尺脉 尺脉又紧呢 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就是用现代医学的观点 来对待这个中医学 实际上说呢 寸脉和尺脉是不同的 有时候是一样 有时候确实不一样 这我们在临床啊 有这个实践的 实践的证明 寸脉两个脉不一样 左脉左手右手的脉 有时候也不一样 所以尾脉在脉是不可不查呀 你必须啊 细下心 仔细的啊 从这个脉法上 从这个临床切脉上头 来体会 来体会它的不同 所以啊 我跟大家说 脉有七诊之法 上下左右 伏种成 这是七诊证脉的方法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啊 寸脉为寸口 啊脉为尺脉井 这个寸口指寸脉所的 而判断啊 隐胜汪洋的啊 这个正后 六十七条 好 寸口诸为汪洋 诸儒 这个儒也肯定个远啊 啊 远和儒啊 可以可以通诸 诸儒汪学 诸圆汪学都可以 诸悦法热 诸锦未寒 诸称汪者 再未觉 欲貌不仁 以为物骨气 匹舌不捅 口疾不能言 暂而立也 这一条的主要的意思呢 是讲这个平脉辩证 见了什么脉啊 就变什么证 这不叫平脉辩证吗 第二个意思呢 是抱过脾胃虚寒 脾胃虚寒指证 一个是平脉辩证 一个呢是脾胃虚寒指证 讲这个脾胃虚寒指证的 欲貌不仁 什么叫做欲貌不仁呢 不仁在这里就失去指诀了 神识失去指诀了 叫做不仁 欲貌就是混帽 混帽 啊 头目混帽而失去指诀 这叫欲貌不仁 当然是了 从病理来讲啊 这个头目的阳气 被邪气所欲貌 啊 症状上来说是呢 就是头目啊 混帽 失去了阴地自诀 就叫做欲貌不仁 这个主字 这个主啊 主为汪洋 主如汪雪 主月发热 这个主字 这个主字呢 有两种意思 一个是个法语词 古年间写文章法语词啊 开头用个主字 没有多大意思 就是一个法语词 主抱枪指 主闯痛痒 这个都是一个法语词 一个呢 当作大范来讲 大范 就是范式 也可以说范式啊 有这么两种啊 两种这个这个解释的方法 一般呢 就当个法语词词来讲 一种警戒呢 就当作一个啊 大范来讲 范式来讲 都可以的 啊 这个主委 这个主委啊 啊 范式 啊 建了尾脉了 啊 主委 尾脉清为撇撇虎啊 那日路绝有欲无啊 卫为阳药吸引药 吸鼻欲为料交处 少印之为病卖尾气 所以这个尾脉啊 是主于阳气虚了 嗯 尾脉是主于阳气虚 尾脉 尾脉 啊 啊 所以为 为汪阳 这个汪啊 当个吊死讲 汪死讲 不是当个死汪讲 啊 这个汪啊 有两个解释法 一个当个吊死 啊 汪死阳气 一个当个死汪来讲 这种当汪阳呢 就是汪死阳气 诸如 如 如就是圆脉 啊 欲远无力 比较轻啊 轻而如 所以这个如呢 就像那水上的那个那个沫似的啊 很欲 如圆 所以这位汪雪 这是汪雪的一个卖相啊 啊 啊 诸伟汪阳 啊 诸如是汪雪 诸药法热 药脉 也是学许啊 药脉啊 药脉啊 药来无力难止游嘛 游戏而臣不见佛 药脉是尘尔无力 但是是处于学许了 处于隐许啊 那么隐学一个许了 那么阳气就一动 阳气一动呢 就容易出现这个学许法热 啊 所以呢 主要法热 这个法热呢 这个法热呢 是学许法热 阴许法热 助紧未寒 这个筋脉 筋脉啊 有三个 三个病 一个是主寒 三个病里头头一个是带有关键性的 就是主寒 筋脉主寒呢 因为它是有寒了 第二是筋脉主痛 因为寒主痛 第三呢 是主食 食症 啊 筋脉主寒 主疼主食 寒是第一位的 有了寒邪了 它才有了疼痛 才有了食啊 所以呢 是筋脉主寒 是第一位的 凡是寒邪未病 那它就容易出现筋脉啊 我们不是讲了筋脉 从何而来嘛 从何而来 那不是讲了善恶吗 都是属于寒的啊 所以这啊 这还是 啊 总结啊 总结以上说说 我的筋是属于寒的 嗯 知诸秤寒者在位觉 锦脉是主于寒 嗯 那么 要是为寒邪所秤的 啊 这个阳气被寒邪所秤 秤者所甲 啊 啊 这个寒邪下 于这个啊 因的阳气 而使阳气啊 啊 寒盛 因寒盛了 上了阳了 合着阳气去语了 在守住觉冷耳觉 耳觉 它手脚就凉了 我们说是 我们说是麦尾 麦尾系 守住觉冷 这个叫阳气许 阳气许 阳气许不大于狮子了 因为狮子为主阳之本啊 麦一见尾了 手脚觉冷是阳气许了 麦锦 麦锦 手住觉冷 能不能有守住觉冷啊 也有 麦锦 手住觉冷 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叫 祝秤寒者在位觉 那就是寒邪上阳了 寒邪太盛 上阳了 才见紧 所以少隐病片 上海论少隐病片 麦魏也出现守住觉冷 麦锦也出现守住觉冷 一个是处正气而言的 一个是从寒邪而言的 这是啊 就是说寒邪要赏阳 寒邪的对立面 先要赏阳气 这是必言的 欲貌不淫 以为物骨气 啊 那么 上了阳气了 阳气受伤 阳气气血 都受寒 外边啊 才就是 守住觉冷啊 阳气不达于出指来气血 啊 不能够运行于四指 所以啊 四指觉冷 那么气血 阳气和气血血 而不能够行于上 不能达于四指 也四指觉冷 如果不能够上升于头目 那么气血血 那么气血血 阳气血 而寒邪欲貌 不能够上行 所以他就是欲貌啊 啊 头目混貌 那么甚至啊 发生不淫 发生不淫 发生淫是不止啊 失去止觉 这个人呢 失去 头目运冒发 啊 失去止觉 形成不淫的啊 这个症状 这个 斗师说明啊 气血许阳气许而 寒邪胜 不能够行于上 不能够运行于四指 不能运行于四指 守住觉力 不能运行于上 所以头目选貌 不仁啊 四指也不会动恨了 啊 不达于四指 四指白海 这就是说啊 这个啊 这个啊 寒邪 寒邪的四指 啊 祝今未寒啊 寒邪上阳啊 上阳他就上气血呀 避塞气血呀 啊 不达于四指 四指就绝你 啊 清阳阳气不能上升 所以就欲貌 四指白海啊 不能够受到气血的 阳气的 啊 勇洋 所以就欲貌不淫 这样的一个道理 嗯 这是一个城市 这一段里头啊 一个内容啊 这是一个城市 就是啊 啊 主脉 平脉辩正 和这个寒邪上阳气 影响气血的 这样的一个内容啊 下边呢 就谈脾胃了 人身这个气血啊 是从这 脾胃的虽无景气而来的 这是气血的根源呢 气血的根源来自于脾胃呀 来自于胃腐的虽无知景气而生的啊 如果说 胃里头没有骨气了 胃里头没有骨气 胃里头没有骨气 胃就不能够上属于脾 胃的这个骨颈啊 就不能脚给脾了 因为脾是胃胃啊 是膳部 肤部 随无知景的啊 现在胃气血了 胃气不能够 被随无知景气上脚于脾 不能够上属于脾 所以这脾气 它就没有东西可运了 所以它就舌脂不同啊 胃没有骨气了 脾舌不同 脾是替胃工作的啊 替胃运输的啊 胃不交给它的水骨止气了 所以脾就 脾气就凝舌就不同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不但是脾气舌脂不同了 那么也不能够被骨颈止气 而内鬼于心 食屈欲味 酌气归心 阴景于脾啊 那么骨颈止气 也不能内鬼于心 信无缩养 而脉无所用 食屈欲味 酌气归心 阴景于脾啊 那么脾啊 那么脾啊 这个胃脂颈啊 骨颈不能交给脾 脾而射 它不能归于心 信和脉连 所以口脂就不能压 骨颈止气啊 不能内鬼于心 缺乏了信和脾的血脉 缺乏骨颈止气 所以它口紧急 脏不开了 口紧急 而不能压 骨颈止气 不能够伤属于肺 肺气就不足了 肺是 肺是形污污止气的啊 上脚开法 选无骨位啊 所以这个开法 在于肺啊 现在虽无景气许啦 来不了啦 脾也不能够上井啦 信也不能够上诸于信啦 所以肺气也无说饼了 肺也不能宣法啦 肺气也许啦 所以 魂神 从那里头 外边站在那里头寒厉 啊 心理法粮 战啊 浑身发抖 寒炸 这是 无景止气 不能够啊 上风于肺 不能上风于心 不能上风于脾 这一些个 以 以为物骨气 所造成的 啊 以为物骨气 所造成的 那么这个和这两层意识 上面讲主慢 下面讲脾胃止气 随 随武的景气不足了 那么这有什么关系呢 这一条两层意识有什么关系呢 有关系 因为他所讲的呀 都是一个汪洋 汪血 啊 主要化热也是血气不足了 啊 主金胃寒呢 也是上了阳气了 那么 这都是和脾胃的 啊 魏武骨气 脾气许 心气许 肺气许 而有关系的 啊 而是有关系的 啊 所以冲口啊 啊 诸为汪洋 诸如汪血 这个血怎么汪死的呀 羊怎么汪死的呀 那么归根结底 你和魏武骨气 脾涩不同 啊 肺气不容 这些个都有关系 啊 所以冲位一个 啊 这个气血一个许寒了 那么他的脾胃子气一个许寒 脾胃子气一个许寒了 五脏六腑子气也都许寒了 那所以这个是很啊 面积很大了 就不是一脏一腑的问题 而是五脏六腑周深 四指白海 啊 无不受其影响 这样一个道理 这样道理 所以啊 脾胃是厚浅之本啊 本者是根本啊 什么叫厚浅 因圣下来以后 就得借来的这个 就得借来吃重点 你没有这个怎么行啊 圣活之根本啊 就是厚浅 先天根本是在于圣 啊 是父母啊 给我们的一个圣题 啊 啊 一个佩菜就是啊 等着啊 出生以后了 吃吃木奶 长大了啊 饮食 这个就得借来的水谷子气活的 一个是呼吸 一个是吃饭 喝水 要去 借去 你用幽子 看这个地方 感谢观看